市面上葡萄酒酒瓶小面有时候会贴住一些奖项 一些铜奖 银奖 金奖 那么这些奖项是怎么得来的呢 那么今天我带你去一个葡萄酒比赛的现场 来体验一下整个操作流程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进行点评的都是一些国内相当有品种经验的一些人 有一些大学的老师 专门是叫葡萄酒专业的 还有一些葡萄酒讲师 一些市酒师 他们会每天品鉴大概100款葡萄酒 他们掌握的信息仅有葡萄酒的原产地 葡萄酒品种年份 有时候呢还会有这个加味段 毕竟呢这个葡萄酒呢你还是得去知道这个一个原产地 才能对它有一个比较公正的客观的一个点评 因为葡萄酒的品质标准之一呢 就是葡萄酒的典型性 也就是说呢如果你品到一款 葡萄酒葡萄酒 那么这个葡萄酒呢 必须得具备这个葡萄酒的香气和口感 他们品完之后呢 他们可以互相交流 一起分享他们对每一个酒款的一些感受 这为什么会允许他们交流呢 因为有时候呢当你一天当中 拼几十款上百款葡萄酒的时候呢 很容易小看或者高估一款酒 如果大家的分数呢 基本相同的话呢 他们就默认这个平均分就好了 但是如果有些很大的一些分差 比如说呢一个人给了85分 一个人给了95分 那么他们需要进行讨论 在王一百的标准呢 如果是86分到90分之间呢 他这个葡萄酒呢 会得到一个同奖 如果是91分到94分 那么这款酒呢会得一个赢奖 然后金奖呢 就是95分以上的葡萄酒 那么我的角色呢会比较特别一点呢 因为那个网年呢 有一个澳大利亚来的一名葡萄酒大师 来担任这个王一百的评委主席 因为他今年疫情的原因就没有办法出席 所以我就做他的提升来代替一下 这个评委主席呢 或者比如说是属性评委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如果哪一个小组会有一些争论 比较激烈的 他们没有办法就是达成一致 那么我的工作呢 就是做裁判了 最终决定这款葡萄酒 到底呢是不是得奖 然后呢如果得奖是得到什么样的奖项 相当的有压力的一个角色 那是很好吧 那么今天呢是比赛的最后一天 今天呢所有的主要评委 将要重新品鉴所有的 获得金匠的葡萄酒 从这些葡萄酒当中 挑选出表现最佳的那些 我们要挑选出 每一个产区或者每一个风格的 最佳葡萄酒 比如说今年的德国葡萄酒特别多 所以呢我们要挑选出 最佳中国 最佳德国干白葡萄酒 最佳德国甜白葡萄酒 最佳德国干红葡萄酒 同样的有一些 最佳中国葡萄酒 最佳南非葡萄酒等等 好我们先不得不呢采访一下 万一百的创始人 David Zhang 万一百最主要还是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 希望能够简单的方法 选到好喝的酒 那么我们最早的时候 给航空公司选酒 给头等舱 公务舱 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觉得其实 中国的人民水平生活 水平提高的非常快 其实大家都想要喝到很好的酒 那么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能够 直接的看金银铜 看分数来选酒 那么专家呢 可以把他们的专业知识 也发挥特长 所以这就是整个 这个万一百比赛的起源 所以不是一个很宏大的故事 但是我想站在为 所有消费者服务的角度上 它就是一个很美好的梦想 好 好 我们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